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228和平纪念日将戒,在当年的228事件及后续白色恐怖中,许多人被捕或被约谈后,从此下落不明,家属连尸体都找不到。 228受难者家属,新北市228总会理事长洪显教表示,他父亲洪金木在日治时代担任刑警,后来转而经商,住在基隆三沙湾,228发生后,街上到处是军队与老百姓的冲突,他父亲尝试与军方谈判未果,眼见军人蛮横不讲理,只好劝民众息怒快回家。 洪显照哽咽地说,那年他才三岁,听其他长辈口述,父亲返家后,十多名军人冲入家中用刺刀敲或玻璃窗并拿枪瞄准他们,最后把父亲抓走,军人还把家中财务洗劫一空,父亲从此一去不返,失踪至今长达71年。 当时洪显照的母亲身怀六甲,他的弟弟成了一副子,他悲愤地说,台湾的习俗是火要见人,死要见尸,但我们连坟墓都没得扫。 昔日的冤屈已说不清楚,但历史的真相不容抹灭。 洪显照感慨地说,许多台基金因当时被罗治罪名而丧命,无辜百姓也惨遭迟之殃,日里逃生的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都长期蒙受阴影,呼吁政府必须公布完整史料,还原史实,是非留给后人评断,更希望类似悲剧不要再发生。